如果你觉得你怨力强 意志力坚定 从小的时候受到了一个比较坚定的意志力 而且我发现通常小的时候学会一些武术 体育锻炼比较好的人 他可以修这个方法 因为他习惯于对抗 他习惯于坚持 这一种人性格里面就有这种坚持的人 你就好好的比例你的心性 让自己变成一个 甚至被别人认为你有点顽固不化的人 但是你只要坚持做正确的事 做善良的事 你坚持做 最后大家也就接受了 我觉得这是上层心法 这种上层心法 其实是基于对自身的了解而展开的 而我们今天之前所讲的所有观察的东西 其实是下层做法 这种下层做法在一时一地 是可能获得机会飞黄疼达 但是从长期的人生战略上来说 它其实是既累自己又累他人 你会发现说 那些总是观察别人的问题 然后又拿一个香蕉去测试一下 拿个玉培去测试一下 这种人其实自己活得很苦 这种活得很苦的人 最后也许他结果这个事情做到了 但是他的心被损害了 这个心损害了什么东西 损害了一个你的无畏的心 钱穆先生在讲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的时候 他说中国人有三层境界 第一层境界就是你要修 你要达到一个什么呢 你要为生活为良道而谋 就是说你得为吃饭而谋 你得保证基本的生活 但是你不可以过分的追求奢侈的享受 因为过分的追求奢侈享受 会反而限制了你的自由 他说自由分两种 一种我想做我想做的东西 那叫自由 另外一个是我可以不做我不想做的东西 这也是一种自由 那么在人生创造你的自由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要学会去不做你不想做的事情 你怎么才能够去不做不想做的事呢 其实很重要的法文在于减少你的欲望 能吃饱能穿暖 睡得还算干净安全家人齐全 这已经足以对一个人来说 更多的东西很可能会带来新的负担 他说当你有了不做你不想做的东西 不应该做的东西的时候 你才有了一个边界 在这个边界下 你才能够省出时间精力 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这就叫应界而定 应定而会 好了 做人到第三个境界是什么呢 除了满足物质生活 寻求一定自由 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以外 第三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建立起了一种你的社会意义 或者说你这个人到人世间走一趟 到底说明了什么 我们以前学写作文 总是说这个文章说明了什么 我以前总是搞不清楚 它有一个叫主题思想 有个叫主要内容 一个叫中心思想 这两个东西到底是说什么的 我们也可是写作文分析 是吧 都有这么两个问题 后来我知道 主要内容其实是个缩写 就是说你把一百句话说成两句话 这叫做主要内容 中心思想是什么呢 中心思想是这个内容和道统之间的关系 中心思想其实绕不开几个字 仁义理智性 好